金管會日前推出提振股市三措施之後 台股成交量連續兩天衝破900億元 金管會主委曾明宗信心滿滿 認為接下來股市量能表現 會有更大的發揮 國片上檔票房熱賣 電影市場不再都是好萊塢天下 但好劇本也要有資金 才能拍成電影 未來台灣導演透過創櫃版募資 更有機會實現電影夢 金管會主委曾明宗上台後 鬆綁各項政策 包括投資人最關心的股市 過去因為量能不足 讓業內人士抱怨連連 曾明宗一口氣宣布三項 解禁新規定 股市交易量總算連續兩天 突破900億 曾明宗6號再度喊話 要大家保持信心 啟動提振股市第一件 開放自營商可以用漲停板價格 買賣股票 曾明宗信心滿滿 認為對提振股市量能 一定會有效果 9號他也要與各大券商負責人 交換意見 會不會再度宣布新措施 股民都很關切 UDNTV 文言席 蕭柏欽台北報導